疯狂的男人脱光了衣服 还把女人的衣服也扒光了 裸体男人不仅把裸体女人拉到室外 还把女人遮挡隐私的双手举起来 毫无保留的攻击坊邻居关篮 更是威胁警察叫电视台来现场直播 他手持一把寒气逼人的菜刀架在女人脖子上 就连瞄准他的狙击手都不敢轻举妄动 而这个被花生米锁定的男子 在大庭广众之下所做的一切 竟然是为了和这个被他亲自扒光的女人 也就是他的现役女友结婚 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还得从2014年1月17日说起 地点海南省三亚市 当日我二大爷半眯着眼 乐呵呵的出门准备找舞半条广场舞 突然一阵凄厉的呼救声 吓了我二大爷三条 出于本能 二大爷随即就用眼睛向声音寻去 定睛一看 竟然是啥也没看清 赶紧戴上随身的老花镜 发现屋顶上站着一男一女 两人神色惊恐万壮 男子歇斯底里地呼喊着 有人在追杀他们 让下面密不透风的围观群众 赶紧帮忙报警 然而警方赶到现场后 却并未发现所谓的追杀者 就在这时 原本要求报警的男子 突然像发了疯似的拿起手中的菜刀 并威胁女孩给家人打电话 这让在场帽子叔叔和二大爷的脑子瞬间当机 被劫持的女孩叫张晓 此刻她浑身发颤 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和苦楚 她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深爱的恋人会持刀架着她的脖子 男友争鸣的模样 几乎要把她吓哭了 随后 帽子叔叔试图温柔安抚男子那激进癫痪的情绪 可男子此时如同疯病发作的恶犬 嘴上对帽子叔叔进行无差别攻击 面对帽子叔叔的安抚反而愈发狂躁激动 嘴里不停的胡言乱语 好似恶鬼上身 帽子叔叔分析 男子如此疯狂失控的行为 极有可能是吸食了某种毒品后 导致精神失控 根据她的疯癫表现 荒诞言语进行分析 初步判断 她可能吸食了使人置换的冰糖 还没等帽子叔叔制定出解救方案 男子竟突然疯狂叫嚷 要求电视台记者立刻前来现场直播 你以为这就到了她疯狂的尽头 紧接着 当着所有记者的面 男子突然做出一个惊世骇俗 三观颠覆 污染眼睛的剧动 她迅速脱光自己全身的衣服 并手持菜刀 恶狠狠地逼迫张晓也脱掉衣服 张晓惊恐万分 稍有不从 男子就疯狂地挥刀威胁 他无奈只好乖乖照做 当男子看到张晓还穿着内衣时 丧心病狂地直接一刀割断内衣带扔下楼 紧接着又威胁他脱掉内裤 很快张晓便赤条条地暴露在众人眼前 为了彻底将张晓暴露在媒体和围观群众面前 他还高高举起张晓 企图遮挡隐私的双手 此时的张晓 痛苦与羞耻交织 温水在眼眶中打转 碍于菜刀威胁 却又不敢丝毫违抗疯狂男友的指令 随着楼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张晓感到无底自容 试图蹲下身子折羞 可男子完全丧失了人性 疯狂怒斥 并用刀逼迫地站起来 让他毫无尊严地赤裸裸面对群众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男子情趣愈发疯狂 不停地大声咆哮 疯狂挥舞着菜刀 使而将菜刀架在张晓脖子上比划 甚至面露猙獰凶光 口吐犬吠 声称必须让整个警局的人都来 不然每中割一刀将张晓凌迟 张晓的内心激进崩溃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 深知情况万分危急 武警部队火速赶来 消防部门也封制电车般抵达现场 当谈判专家提出交换人质时 男子像个疯子一样直接拒绝 还口出狂言 说人质是警察安排的专业杀手 他可不杀 眼看谈判无果 男子情绪越发疯狂失控 这时 王牌狙击手接到命令 以最快速度找好射击位置 只要男子有伤害人质的举动 立即将其击毙 然而 当花生尼准备弹塌大脑门的前零点三五秒 男子毫无征兆的情绪崩溃 原来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彻底占有他的女友张晓 也就是他刚刚亲自扒光衣服 给大家看的女人 他和张晓本是热恋中的情侣 可当男子想要和张晓结婚时 却遭到女方家人坚决反对 并拆散二人 男子不肯罢休 自导自演了今天这一出 他叫来媒体记者就是要把事情闹得满世界皆知 就是希望让所有人看光张晓的身体 这样其他人就会嫌弃张晓 张晓就不能嫁给别人 只能嫁给他 了解此事后 警方一方面仍在不遗余力的与男子进行交涉 稳住他的心态 另一方面也十万伙计的通知了张晓父母 他们正从一百多公里外的老家心急如焚地赶来 此时警方一边继续想方设法安抚男子那疯狂的情绪 确保人质的安全 同时另一边让狙击手做好随时击毙的准备 很快 张晓的母亲得知消息 心急火燎地赶来 可张晓看到母亲后 情绪突然像火山一样爆发 大声咆哮并阻止母亲靠近 他觉得自己此刻的样子被家人看到无比羞耻 就这样 现场僵持了整整七个小时 直到女孩的父亲赶到 他一来就喊道 下来 你要结婚 我帮你办 我同意 最后 在女孩父亲的再三 宣说下 男子终于同意下来 去办结婚手续 但要求警方安排一辆车 带他们去婚姻办事处登记结婚 警方一辈子没听到过这种要求 自然是大喜过望 车辆那必须准备得妥妥当当 包结不包送 几分钟后 男子摇头晃脑 满心欢喜地搂着张小下楼 洋洋得意 以为自己靠计谋斩获了爱情 但其实 他是为自己斩获了铁饭碗和银手镯 当他刚走出小区 就被早已准备好的帽子叔叔当场制服 张小成功获救 回到警局 男子情绪逐渐稳定 交代了事情的来龙曲脉 原来男子叫邓峰和张小是情侣 他深爱着女友 一心想结婚 可女方父母极力反对 认为他没钱又穷 案发当天 他吸食了过量冰糖产生幻觉 大脑短路想出这种损招 把女友扒光 让其出丑 认为这样天下男人都不会要张小 女友就只能属于自己 真是丧心并夸 他自以为是的疯狂妙计 不仅令人难以理解 甚至是阎王爷贴告示 鬼话连篇 因为邓峰早已成家 三个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他这令人发指的行为 不仅自毁虔诚 还给深爱的张小 带来难以磨灭的伤害 最终 邓峰因侮辱妇女罪 被判入于六年 他的行为 也被张小的一生 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与阴影 他的这番疯狂荒唐行为 让张小以后 如何面对家人 面对社会 卢迅先生说过 用爱的名义去伤害爱人 这是菜鸟驿站的大奸货